三字经 人性本善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这部分的意思是说 人出生之初 天性本来都是善良的 性情也相差不多 只是后天所处的环境 和所受的教育不同 人们的习性才形成了很大的差别 再读一遍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教道贵专 狗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对孩子不严格教育 他们善良的天性就会改变 教育的方法 贵在专心一意 始终不屑 再读一遍 狗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从前 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搬了三次家 孟子不好好学习 孟母生气地割断织布的纱线 告词他努力学习 再读一遍 孟孟母则林处 孟子不学断机柱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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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养了子女却不进行教育 这是当父亲的过错 教育得不严格 那就是当老师的懒惰了 再读一遍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小孩子不好好学习 这是不应该的 如果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那么老了能有什么作为呢 再读一遍 子不学非所依 又不学老何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为人子弟正是年少之时 应该亲近老师和朋友 从他们那里学习知识和礼节 再读一遍 为人子方少时 亲师友习礼仪 黄湘孝亲 香酒灵能温习 孝于亲所当值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东汉人黄湘九岁的时候就很孝顺 父亲 冬天 他用自己的身体替父亲温暖被窝 而后请父亲安寝 孝敬父母应当学习黄湘 再读一遍 香酒灵能温习 香酒灵能温习 孝于亲所当值 孝容让离 容四岁能让离 地与掌 宜先知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孝容四岁的时候就懂得把大的离让给兄长 弟弟应尊敬兄长 这个道理应当早点知道 再读一遍 容四岁能让离 地与掌 宜先知 人生要义 守孝涕 次见闻 知某树 时某闻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人生的首要道理是孝敬父母 尊敬兄长 其次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 并且要知道算术和数字 了解古今之事 再读一遍 守孝涕 次见闻 知某树 时某闻 树之始终 一而十 时而百 百而千 千而万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数字从一开始 十个一为十 十个十为百 十个百为千 十个千为万 再读一遍 一而十 十而百 百而千 千而万 春夏秋冬 约春夏 约秋冬 此四时 运不穷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一年的四个季节是指春天 夏天 秋天和冬天 这四个季节循环交替 运行不止 以致无穷 再读一遍 约春夏 约秋冬 此四时 运不穷 东西南北 约南北 约西东 此四方 应呼中 天地五行 约水火 木金土 此五行 本乎数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五行就是水 火 木金土 它们是万物的本源 是由天理所决定的 再读一遍 约水火 木金土 此五行 本乎数 人之七情 约喜怒 约哀惧 爱物欲 七情聚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喜悦 愤怒 忧伤 恐惧 倾慕 赠物 欲念 是人类与生聚来的七种感情 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约喜怒 约哀惧 爱物欲 七情聚 人食六谷 道梁 书 卖 鼠 祭 此六谷 人所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道 梁 书 卖 鼠 祭 是六种粮食 是人类的主要食物 再读一遍 道梁书 卖鼠 祭 此六谷 人所食 人似六畜 马牛羊 鸡犬 使 此六畜 人所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马牛羊 鸡 犬 猪 是六种牲畜 是由人类饲养 并用来食用或使用的家畜 再读一遍 马牛羊 鸡犬 使 此六畜 人所食 为人五常 约仁义 理智信 此五常 不容稳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为人的五条准则 是人 义 理 智 信 要遵守这五条准则 不容稳乱 再读一遍 约仁义 理智信 此五常 不容稳 月之八音 跑土格 木石金 丝与竹 乃八音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用 跑 土 皮格 木头 石头 金属 丝 竹 这八种材料 制成的八种乐器 称为八音 是乐器的总称 再读一遍 跑土格 主父生父父生父亲 父亲生我 我生儿子 儿子再生孙子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亲 自己 儿子 孙子 曾孙子 这是九族 表示亲属之间的尊卑老幼之序 再读一遍 高曾祖父而生 生儿子 子儿孙 子子孙 至玄增 乃九族 仁之轮 五轮实义 父子恩 夫妇从 兄则有 弟则公 长幼婿 有与朋 君则敬 臣则忠 此时亦 人所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子女要报答父母的恩情 妻子要顺从自己的丈夫 哥哥对弟弟要有爱 弟弟对哥哥要尊敬 朋友交往要以诚相待 为君者要敬重臣子 为臣者要忠心 这十种毅力都应该遵守 再读一遍 父子恩 夫妇从 兄则有 弟则公 长幼婿 有与朋 君则敬 臣则忠 此时亦 人所同 迅猛要义 凡迅猛 须讲究 祥迅骨 明具 独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凡是教会小孩子 必须讲解义理 考究事实 详细解释字词的意义 讲明停顿 断句的地方 再读一遍 凡迅猛 须讲究 祥迅骨 明具 独 讲究六经 孝经通 四书熟 如六经 时可读 诗书意 礼春秋 好六经 当讲求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读通孝经 读书四书 然后才能读六经 诗经 上书 易经 礼记 春秋 月经 号称六经 这是中国古代 诗济王 春秋作 欲褒贬 别善恶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诗经分为 风 大雅 小雅 宋 四部分 号称四诗 诗经后 孔子编写了春秋这本书 将对历史人物的褒贬 欲含其中 以帮助人们辨别善恶 再读一遍 约国风 约雅宋 好似诗 当逢勇 诗济王 春秋作 欲褒贬 别善恶 春秋三传 三传者 有公羊 有左侍 有古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对春秋嫁以注释的是春秋三传 有公羊高的公羊传 左秋名的左传 和古良赤的古良传 再读一遍 三传者 有公羊 有左侍 有古良 诸子百家 经济明 方独子 搓其药 记其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经书全部读懂后 才能读 诸子百家的著作 应注意提纲 窃令 掌握其中的要点 熟记其中的历史事件 再读一遍 经济明 方独子 搓其药 记其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从福西 神农 到皇帝 他们都是上古的皇帝 号称三皇 再读一遍 自西农 至皇帝 号三皇 居上士 唐鱼二帝 唐有鱼 号二帝 相依训 称盛士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唐鱼 和鱼顺 号称二帝 他们互相谦让 把地位传给贤人 他们统治的时代 称太平盛士 再读一遍 唐有鱼 号二帝 相依训 称盛士 下商周三王 下有鱼 商有汤 周文武 称三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下朝的开国君主 是鱼 商朝的开国君主 是汤 周朝的开国君主 是文王和武王 这几位德才先辈 被后人称为三王 再读一遍 下有鱼 商有汤 周文武 称三王 读史明事 读史者考识录 通古今 若亲目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读史书的人 要考究历史事实 通晓古今的历史事件 就像自己亲眼所见一样 再读一遍 读史者考识录 通古今 若亲目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从前 圣人孔子曾把七岁的孩子 项陀当作老师来请教 古代的圣贤尚且如此好问 我们普通人就更应该加倍勤奋地学习 再读一遍 西中尼 西中尼 诗相陀 古圣贤 上秦学 赵普学秦 赵中令 读鲁伦 笔记事 学且秦 这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宋朝的中书令赵普 一生都在研读 《论语》这本书 他任宰相后 仍继续学习 并且十分勤奋 再读一遍 赵中令 读鲁伦 笔记事 学且秦 扑边 竹简 批扑边 消竹简 笔无书 且知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汉代的陆温书年少时 把借来的尚书 抄在蒲草席上学习 公孙宏年少时 消竹片 抄春秋 他们虽没钱买书 却能刻苦学习 再读一遍 批扑边 消竹简 笔无书 且知勉 悬梁刺骨 头悬梁 追刺骨 笔不教 自勤苦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汉朝的孙静 为防止晚上读书时 打瞌睡 而将头发用绳子 吊在乌梁上 战国人苏秦 读书困卷时 就用锥子 刺自己的大腿 他们没有老师教导 却能自觉地 勤学苦练 再读一遍 头悬梁 头悬梁 追刺骨 笔不教 自勤苦 囊银硬雪 如囊银 如硬雪 家虽贫 学不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像晋朝的车印 没有灯 就捉萤火虫 来照明读书 又像晋朝的孙康 没有灯 就借着大雪的反光 来读书 他们家境虽然贫寒 却从不停止学习 再读一遍 如囊银 如硬雪 家虽贫 学不错 复心挂脚 如复心 如挂脚 身虽牢 有苦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像汉代的朱乃晨 一边砍柴 一边读书 像隋代的李密 一边给人家放牛 一边读书 他们虽然劳累 但还能刻苦读书 再读一遍 如复心 如挂脚 身虽牢 有苦拙 读书已早 苏老全二十七 始发愤读书籍 比继牢 有悔持 而小生 已早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苏寻在他二十七岁 才发愤读书 年事已高者 上知不救 小孩子 就更应当 趁早思考问题 努力读书 再读一遍 苏老全二十七 始发愤读书籍 比继老 有悔持 而小生 已早思 梁浩 若梁浩八十二 对大庭 魁多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宋人梁浩八十二岁高龄时 在朝廷的进士考试中 一举夺魁 考中状元 再读一遍 若梁浩八十二 对大庭 魁多事 立志已早 笔记成 众称义 而小生 已立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梁浩八十二岁多魁后 众人都称赞 这是一件奇事 你们这些小孩子 应当从小立志 再读一遍 笔记成 众称义 而小生 已立志 学迎笑密 迎八岁 能永诗 密七岁 能复其 笔影物 人称其 而幼学 当孝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北魏祖营 八岁永诗成章 唐代李密 七岁 做出其父 人们都称其 羡慕 你们这些年幼的学生 应当效仿他们 再读一遍 迎八岁 能永诗 密七岁 能复其 笔影物 人称其 而幼学 当孝之 文姬道运 蔡文姬 能变秦 谢道运 能永淫 比女子 且聪明 而男子 当自尽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汉代的女子 蔡文姬 能同音律 近代的女子 谢道运 能引勇绝妙的诗句 他们都是女子 尚且如此聪慧 你们这些男子 更应当自我警觉 再读一遍 蔡文姬 能变秦 谢道运 能永淫 比女子 且聪明 而男子 当自警 刘燕 刘燕 又是 唐刘燕 方七岁 举神童 作正字 彼虽又 身已是 而又学 勉而至 有为者 已若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唐代的刘燕 七岁时就受到皇帝称赞 欲为神童 他虽小小年纪 但被授予官知 年幼的学生勤奋学习 也能取得成就 凡有作为之人 都能千古传颂 再读一遍 唐刘燕 方七岁 举神童 作正字 彼虽又 身已是 而又学 勉而至 有为者 亦若是 不学不如物 全守夜 鸡丝尘 狗不学 何为人 残土丝 风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狗能守夜看家 公鸡会清晨报效 人如果不学习 有何资格称人 残能吐丝 蜜蜂能酿蜜 人如果不学习 就连这些小动物都不如了 再读一遍 全守夜 鸡丝尘 狗不学 何为人 残土丝 风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学而则后 幼儿学 壮而行 上至君 下则民 阳明生 显父母 光于前 欲于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幼儿是秦学 长大后 将所学用于实践 尚可辅君治国 下可造福百姓 美名远阳 让父母荣耀 为祖先天光彩 造福后代 再读一遍 幼儿学 幼儿学 壮而行 上至君 下则民 阳明生 显父母 光于前 欲于后 教子勉力 人以子 金满盈 我教子 为义经 秦有功 戏无义 戒之灾 以勉力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别人留给子孙很多钱 而我教子 只希望他能精通精书 勤奋一定会获得功效 懒惰绝对没有义处 一定要警醒 自勉 再读一遍 人以子 金满盈 我教子 为义经 秦有功 戏无义 戒之灾 以勉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